一书说 她美而不自知 她的漂亮不在五官之间 而是一切皆尽善尽美 徐克说 她的高贵都带着一种英气 五十年才能出这样一位美人 林青霞的美 毋庸置疑 拥有这样的美貌 自然面对众多诱惑 而这也就意味着林青霞一生的感情 注定不平坦 林青霞是华语圈 女神级隐星 她饰演的东方不败 至今仍生殖人心 1994年 和香港富商行李结婚 婚后育有两个女儿 逐渐淡出荧光幕前 行李是香港某公司的董事主席 也是一位出了名的富商 她之前有过一段婚礼 本人长相一般 甚至可以说有些丑 当时林青霞嫁给她的时候 很多人都表示唏嘘 之后 林青霞便为行李生了两个女儿 2016年 曾有消息传出 行李和林青霞婚变的原因是 没有生出儿子 行李认为后继无人 便产生了养私生子的想法 当时林青霞发文否认 并没有太多人在意 两年过后 林青霞再次传出婚变 知情人士透露 林青霞没办法忍受 行李在新欢 已经结束了24年的婚姻 还拿到了20亿赡养费 而离婚的原因是 行李的小三 生下了私生子 而老公想要利益主分财产给儿子 甚至将私生子 带回老家祭祖 2019年3月 林青霞再次否认婚变 还给老公举办了庆生会 老公外遇和私生子传闻评传 林青霞的态度 永远保持不澄清 不关注 过好自己的生活 而在林青霞被扑 因小三介入而离婚之后 许多网友又想起了当年 他跟秦汉的那段感情 当年秦汉已经结婚有了孩子 林青霞爱得痴缠 一度成为小三 当年备受舆论指责和质疑 最后还原则美国避风头 当年的林青霞 被誉为东南亚第一美人 林青霞18岁 在台北逛街 因美貌被星探发掘 推荐给琼瑶 主演《处女座窗外》 一戏成名 被港媒盛赞 清纯玉女 不同于世俗定义的标准美人 林青霞连骨香周正 一半仙气 一半殷气 刚柔并激的气质 模糊了性别界线 周星驰曾形容她 穿起女装是最美的女人 穿起男装就是最亮的男人 巨星气息 令人折服 后来成了华人影坛 数一数二的爱情片巨星 和秦汉 秦祥林 林凤娇 其称二秦二林 除了戏剧方面 林青霞的感情生活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她的情路并不像演艺路走得一样顺利 其中和秦汉与秦祥林的三角关系 可以说是比连续剧还精彩 早在多年前 林青霞与秦汉派拍摄窗外 因戏生情 当时的秦汉已经结婚 林青霞因此被指插足对方婚姻 之后林青霞逃到美国避开恋情 与此同时身为秦汉好朋友的秦祥林 也爱着林青霞 当时她马上与妻子离婚 多次跑到美国追求林青霞 最后林青霞接受了秦祥林 秦祥林随后便向林青霞求婚 在这段感情中 秦祥林是卑微的 为了得到林青霞 她不惜牺牲自己 可即便是这样 两人还是没能步入婚姻的殿堂 不是秦祥林做得不够好 而是林青霞始终忘不了秦汉 就连订婚前一晚 还打电话给秦汉 你觉得我跟秦祥林合适吗 我和她订婚好不好 林青霞本想着秦汉挽留 却没想到得到的是一个冷漠的回答 随便 那是你的事情 心晦意冷的林青霞 立马和秦祥林订了婚 不过这一定就是四年之久 秦祥林才意识到 自己从来都没有走进林青霞的心 于是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而此时的秦汉也和少乔英离婚 1985年 在琼瑶的撮合下 这对恋人经历了13年的长跑 终于正大光明地在一起 之后 他们携手出现在大荧幕上 林青霞的脸上是挡不住的幸福 当记者提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林青霞更是满脸羞涩到 总不能让我一个女孩子开口吧 毋庸置疑 那段时间是林青霞最幸福的时候 可是等了许久 却始终没有等到秦汉的求婚 而这一等 又是一个九年过去了 试问 一个女人有多少个九年呢 已经38岁的林青霞 心里没了底 她不停地询问 得到的却只有一句句的敷衍 最终 1994年 两人正式宣告分手 结束了长达22年的虐恋 从此 两人相望于江湖 经历了两情一灵的今世爱恋 林青霞才终于明白归宿的意义 我觉得我好孤独 我很想要一个家 同一年 在朋友诗男生的介绍下 林青霞认识了富豪 行李 1993年 新龙门客栈的导演徐克 召集剧组 开了一场庆宫宴 除此之外 她还评级自己的号召力 邀请了许多社会名流 其中有一位其貌不扬的男子 名叫行李员 许多媒体喜欢将行李员 和林青霞的相遇 渲染成男方惊艳于女方的美貌 进而对她一见钟情 这种说法很浪漫 却不是事实 行李员毕竟是身家百亿的资本巨饿 眼界和阅历都不肤浅 单凭外表爱上一个人 不太可能 她在一开始 看重的只是林青霞的才华和能力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 林青霞就是一个演员 可实际上 林青霞的身份很多样 她不仅会演戏 还会写书 搞创作 尤其擅长写瑞评时装的文章 一遇闲暇 林青霞就喜欢写写东西 然后往一些杂志上投递稿件 其中有一篇关于时装的稿子 甚至被登载到了美国一家杂志上 而彼时的行李员 正担任某服装品牌的亚洲区负责人 在美国招兵买马之际 恰好看到了林青霞的这篇文章 她仔细读完后 被林青霞读到的见解深深折服 同时还惊讶于一个演员 竟能写出如此专业的内容 于是行李员按下决心要和林青霞见一面 可惜的是 那个时期的她一直业务繁忙 根本抽不出时间回岗 跟林青霞见面的事情只能一拖再拖 直到1993年收到许克的宴会邀请 才终于腾出一点空隙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 行李员和林青霞的生命轨迹开始出现交汇 宴会上 行李员和林青霞相谈甚欢 会后 行李员亲自将林青霞送回家 顺带着 就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 之后 两人的关系逐渐热络 并再相识一年 交往半年后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件事 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无数媒体惊奇于 林青霞的雷厉风行 和毫无预兆 更差异于新郎的身份 竟然不是跟她相爱二十年的秦汉 有人特地跑到秦汉家追问 谁之后者 比她还要惊讶 原来 当初林青霞跟行李员在一块时 并没跟秦汉提分手 直到结婚前一刻 她都被蒙在鼓里 秦汉的这些话 一度让林青霞的风评 降至鼓底 很多人给她扣上 灌三的帽子 先三了秦汉的原配 又三了秦汉 当然 这些负面评价 并没影响到故事的结局 林青霞跟秦汉 确实是结束了 她选择了财力和眼界更强的行李员 这也是她对自己心恋爱观的一种践行 要爱自己 更胜过爱别人 1994年 林青霞和行李 人在美国三藩市举行婚礼 行李员的实力 在这场婚礼中 得到尽情彰显 她为林青霞 定制了香奈儿的礼服 世间仅此一件 钻戒也是经由名师打造 价值500万港币 除此之外 行李员还在现场 布置了无数香槟色玫瑰 总金额高达700万 再加上其他花费 这场婚礼总消耗5000多万 可以说毫无人性 当时到场的嘉宾 全都被现场气氛感染 认为林青霞终于遇到对的人 能幸福一辈子 然而 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行李员到底是个商人 跟林青霞出相识 目的也只是想跟她生意合作 开拓自己服装品牌 在亚洲的市场 尽管最后两人 后来发展成了情侣 可这段感情 多少还是沾了一些铜袖味 婚后的林青霞 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习饮 回归家庭 习饮后 行李为此专门给她买了一栋价值五个亿的房子 几十年不让她下厨 作为行李员的枕边人 别人不清楚 她却深刻地明白 行李员跟她的婚姻 掺杂了多少利益和投资在里面 从婚礼时 直入广告 到开箱拓土时 她付出名气 动用人脉 一点点帮助丈夫建立起商业帝国 可以说 行李员走的每一步都少不了她的影子 如果换作曾经的林青霞 对爱情吹毛求疵 当然见不得纯津的爱情里 有过多杂物 可如今的她 却不再是当初懵懂的小女孩 而是一个学会了如何才能对自己更好的成年人 早在跟行李员成婚的那一刻 林青霞就知道了 自己这辈子要选择爱情 还是面包 因此 她对行李员的要求 从不拒绝 这一点 跟当初和情汉相处时 动不动耍小脾气的她 大相径庭 而也正是因为保持这样的心态 林青霞才能在后来丈夫身陷出轨风波时 表现得那样淡定自若 2018年 有台媒爆料 林青霞和行李员已经离婚 林青霞个人分到20亿港币的赡养费 至于离婚的原因 无非还是子嗣问题 林青霞跟行李员结婚十几年 只生下两个女儿 但行李员想要一个儿子 多次努力无果后 就在外找了一个小三 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 对于此事 林青霞并未明确回应 不过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 此事倒也不是空穴来封 当然 对于林青霞本人而言 她已经懂得 如何从感情的漩涡中抽身 因此 并未受到多少影响 偶尔被人拍到出街闲逛 状态也很好 也许在未来 林青霞会选择结束 与行李员的婚姻 又或许 她会忽略这段丑闻 跟行李员厮守终身 但无论怎样选择 林青霞都已经得到成长 不再为情所困 以爱为生 在这个世界上 跟林青霞相似的人很多 他们为了爱情 能卑微地付出 在爱情消失后 会痛苦到难以自拔 哪怕开启一段新的感情 也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 可爱情毕竟不是一切 人活一世 最重要的 还是要为自己而生 哪怕没了爱情 还有更多的东西 值得我们去追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